众生无量,众生烦恼无量,每个样子都不一样,每个烦恼都不一样。 但是,所以对所有众生的无量的烦恼,你要找出无量的方法,怎么样来帮助它? 那你要开始学这个,你不能懒,你不能自己呆滞,或是不用脑筋,或是太直,没办法。 要善巧,要有方便,那当然,当你有这个善巧方便,动机,佛菩萨会加持,人会有直觉,知道吗? 直觉就是,你出门就突然想到钥匙,这就是佛菩萨告诉你,护法神告诉你,你钥匙没带。 它会给你一个直觉,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感应诸佛菩萨这些护法,太慈悲了,它让你想到,你想不到了,它让你看到,你看不到的。 你会觉得,念一下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不可思议,不可思议。 那我想,那当时问谁,你要打开你的心,打开你的心,当你把窗户打开了,鸟啊,蚊子啊,什么都会飞进来的。 也就是说,那你愿意把你的心打开,不要怕,也不要畏惧,也不要有所求,然后,我怎么样? 我只希望这个法会办得很好,这一件事情办得很好,然后有这个悲心,我们负责这个。 然后呢,到底会怎么更好,你要去花时间想,那佛菩萨会给你加持。 那所以事情会达到一个最圆满的阶段,显现一个最好的像给你看,这样最好。 再来,我和前夫的共演,为了生活,在家里开道场养小鬼。 是泰国人的英灵,我最后也被抛弃,来到新加坡流浪。 小三,也变成四个孩子的妈,常常身体不舒服,噩梦年年,请师父帮帮我,我该怎么办? 人生的路还是很长久,我第一次来法会,非常感谢师父。 我想,过去我们的因缘,乃至所谓的痛苦,可以转化为佛教的祝缘。 来,当愿所有古曼童,奥阿佛,童享法会功德。 你只要从今天开始,过去我们可能所谓养小鬼来赚钱,当然你也受到了一些伤害。 那这些,这些小菩萨,他伤害你是因为他很痛苦,他很痛苦。 他只是,那因为我们拿他赚钱,拿他的痛苦来赚钱,给他身上施了一些法力,那些法力还是在的, 让他去替他的主人办事,那个很厉害的。 这个世间真的是如此,当然是我们现在向他们忏悔,而且生起对他们最大的悲心。 因为他们现在妈妈已经不认他们了,他们已经被卖成一个奴隶一样了,受人使用。 所以,但是我们就一直对他很好,希望他能够真的去到一个最快乐的世界, 或是投胎一个到最爱的妈妈家里,你要经常这样来给他回向。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逮命,然后你说对方的,你先生在娶的这个太太,现在也生了四个小孩, 那当然你对他也要慈悲,你千万不要,也不要去埋怨你的先生, 也不要对你先生现在娶的这个妈妈,受苦。 不过这个世间,人为了钱,为了情,还真苦了,对不对? 这两样东西好像很甜,但是呢,他是放在刀上的蜜啊,本来就很苦的。 但是,那你希望你自己的遭遇,希望别人都不要有这个遭遇, 已经有这个遭遇了,你对他生起悲心,这样就好了。 所以,我这样讲,那你就开始很努力朝这个方面,去想, 去帮助所有的,这些人家所谓的小鬼古漫童,来, 所有古漫童,归佛,归法,归身, 归不动如来,归观世音菩萨, 归子母菩萨加持, 归佛境,归法境,归身境, 法号妙童, 他们是快乐的, 为妙的,妙童, 愿所有妙童,来, 童享三天法会, 各项功德, 翁阿乎, 引导你的主人, 皈依三宝, 断恶修散, 翁阿乎, 那古漫童会不会有功德啊, 他的主人相信他, 供养他, 那他来引导他的主人, 开始来拜观音菩萨, 对不对, 开始来信音果, 利用他的影响力, 那这古漫童, 福报云源够了, 来, 各位你听我这样讲, 我已经在操作了, 对吧, 我已经在很认真的按照佛教, 在感化, 皈依超度他们了, 那这个就是保持在一个悲心的, 一个行为心态, 这个是最重要, 至于他, 这些古漫童, 有没有得到超度, 你不要太在乎, 你要相信, 有没有, 不可思议, 而且这些古漫童, 也成为现在, 在供养他的主人的一个助缘, 他变成善财童子了, 对不对, 他变成龙女菩萨了, 因为你有观音, 有慈悲, 他们就会变成善财龙女了, 所以, 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, 因为无名而不得不, 做的事情, 我有一个朋友啊, 老实说, 他赢了我很多钱的, 后来我才知道, 他去马来西亚, 养一个回来, 统统在赢钱了, 但是后来太太离开他, 事业倒掉, 后来中逢, 因为, 当然一个不好的动机, 但是他之前真的输了很多钱, 输到公司都会倒掉, 后来呢, 他活着就在找人赌博了, 瘟痒的, 但是很可怜, 但是这些负面的力量, 也很强的, 但是我们要, 对他都要慈悲, 这就是佛教的方法, 有佛法就有办法, 像有太阳, 有空气一样,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, 对于这个世间, 对痛苦的众生, 是那么重要, 所以希望大家,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,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, 将佛陀的教法, 深深地去思维,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, 护持账号, 1996-5232, 1996-5232,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, 佛陀本生的故事, 大象舍生救人, 死亡一般的沙漠, 一望无际,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, 这座沙漠中, 还有一片绿洲, 充满了生机, 菩萨转身为一头大象, 就生活在那里, 绿洲, 是绿洲, 大家快过来, 妈妈你看, 一头大象呀, 你们是谁, 从哪里来, 唉, 别提了, 我们的国王发脾气, 将我们流放到了这里, 让我们自生自灭, 我们已经在这漫无边际的沙漠里, 走了好多天了, 水和食物都没有了, 原以为会死在这荒漠里, 大象心生怜悯, 非常同情这些可怜的人们, 大家先好好休息, 要走出这片沙漠, 还需要很多天呢, 你们得多储备一点水和食物, 你不知道,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携带的装备了, 我们以为快要死了, 装水和食物的容器, 几天前就丢弃了, 可是从这里走出沙漠, 还需要好多天时间, 在缺水缺粮的情况下, 你们根本不可能走出这片沙漠的, 我还有孩子, 难道说孩子也要跟我死在一起吗? 与其在沙漠里渴死, 热死, 我宁愿留在这片绿洲, 对, 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了, 那种又热又渴又累的日子, 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了, 遗憾的是, 这片绿洲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食物, 可以提供给你们, 啊? 你们若留在这里, 那过不了多久, 也会因为饥饿而丧命的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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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象看到这一幕, 觉得这些人们实在太可怜了, 他得救救他们, 大家不要灰心丧气, 我有办法让你们顺利地走出这片沙漠, 这是真的吗? 大象, 你有什么办法, 请告诉我们吧, 你们顺着这条路走下去, 可以看到一个湖泊, 湖边有一座小山, 你们可以在湖边喝点水, 休息一下, 然后再去山脚, 在那里, 有一头刚死的大象, 你们可以用他的肉来冲击, 用他的肠子来装水, 有了水和食物, 你们就可以走出沙漠了, 孩子, 我们有救了, 大象悄悄避开这些人, 他迅速地走向山丘, 来到山丘的顶端, 望着山顶, 他决定牺牲自己, 这时, 刚才那些人喝足了水, 休息了一阵子后, 来到这里, 诶, 大家快看, 这里果然有一头死掉的大象啊, 这些人饱餐一顿后, 又用大象的肠子做容器, 装满了水和剩余的肉, 准备离开, 大家快来看, 我们吃的这头大象, 是不是刚才救我们的那头大象, 如果真是他, 我们怎么能忍心吃他的肉啊, 我们不能吃他啊, 是啊, 他是我们的恩人, 我们怎么能吃他呢, 是啊, 我们这样做不对啊, 这些人自责起来, 他们对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鲁莽行为, 感到抱歉, 事情已然这样,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, 可是难过也没有用, 大象是好意, 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们, 我们应该遵照他的意愿, 活下去, 走出这边死亡沙漠, 才是对他最好的报答, 还有我们应该好好安葬他, 以报答他对我们的恩情, 于是, 这些人将大象的尸骨, 埋葬在这片山崖下, 并相约将大象舍身的故事, 口耳相传给自己的后人, 众人忍着悲痛, 在大象的坟墓前, 靠拜了很久, 才离开, 这些人经过很多天的艰难跋涉, 终于走出了大沙漠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